首先准备150克的黄豆,用清水清洗干净 泡发一个晚上 沥干水分后,放进晾泥机里面 加入1300毫升清水,打碎生的豆浆 用干净的纱布,过滤出豆渣 放入锅中,开大火,煮熟煮沸,这里要多煮一会儿 再过滤到店方包内板里面 准备一包类子,用清水稀释,倒进里面,搅拌均匀 表面的浮沫撇去,放进店方包里面 按保温键,保温10分钟 焖上10分钟后,豆腐脑就形成了,特别的嫩滑 豆腐脑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?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加白糖 剩下来的豆腐脑,可以放到豆腐模具里面 用纱布,包裹,压紧 上面放石头或者重物,压一到两个小时 我这里大概压了一个半小时,喜欢成嫩一点的话呢,就压的短一点 老豆腐的话呢,压制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切开看一下 口外面卖的是一样的,这只豆腐就做好了 如果没有类质,也可以用白醋 非常方便,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